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聪今天早上呢吃早餐的时候呢我就刷手机刷新闻了哈就刷到了一则蛮有趣的新闻的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在太平了昨天的有一对呢新婚的夫妇啊 他们的婚礼有一点特别啊他们的婚礼呢不是传统的西装白纱啊也不是穿风卦啊而是穿这个汉服啊在马来西亚是很少有的啦所以才会上报纸嘛啊如果是很普遍的东西也不会上报纸了啊OK 所以这个汉服的婚礼啊啊我就想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呢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甚至是全世界的华人都好可能中国的华人不至于如此啦啊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呢就啊误解了整百年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到底我们华人是穿什么样的传统服装啊 呃还记得吗打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啊我们呃时常有一些场合呢啊学校呢要求呢我们呢要穿各自民族的这个传统服装啊去表演啊去展示什么啊然后你就会看到啊有族同胞啊 啊马来人的小朋友啊会穿的马来衣穿的啊巴鸡布隆啊OK 然后啊印度朋友啊会穿他们的印度人的传统服装还有穿沙利啊然后到华人的时候就有点尴尬了华人的传统服装是什么啊OK 可以啦如果是女的话还简单一点穿西袍咯OK最厉害的东西咯 男的要穿什么呢啊啊男的有时候干脆穿一个中山装算了哎中山装怎样看都不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服装吧啊 啊然后有时候呢啊也会穿成精童衣女装啊就是这样精童衣女装啊 啊OK 所以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当我们小时候我们在想华人的传统服装要穿什么的时候有一点尴尬的感觉不知道要穿什么啊 啊OK其实我告诉你即使这个精童衣女装呢也不是真正的华人的服装啊这精童衣女装呢其实呢怎样看都是满人的服装并不是汉人的服装啊当然这个汉人是什么满人是什么OK我要告诉你现在的中国人我们俗称中华民族呢主要是有五个最大的民族组成当然还有很多小小的民族 但是全部都集中在云南那一带啊我想那是五个最大的民族 然后其中最多的人呢就是汉人啊然后呢就是藏人还有这个回族还有这个蒙古人还有这个满人啊OK这五个 然后这五个的他们的发源地都在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现在的东北三省啊就是黑龙江啊辽宁祭林这三个省呢就是满人的发源地但是现在那边也是全部是汉人的啊 然后呢蒙古人呢就是的发源地就是在现在中国的内蒙古省啊然后这个西藏人呢就是在西藏啊回族呢就是在新疆啊OK然后在一些省份呢就是宁夏陕西那边也是有回族啊啊还有青海啊OK so啊中国的主体民族就有这五个然后剩下最多的就是汉人汉人其实是占据了中国所有人的90多巴仙啊接近100巴仙啊好总啊OK好所以呢我刚才说的精通玉女装呢其实是属于满人的服装啊就是东北三省那边的满人的服装啊为什么我们误解了整百年 我们想来想去华人的穿头服装就会想去这个精通玉女装啊是因为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皇朝是清朝啊而清朝呢那时候呢也执行了这个替发衣服的政策所以呢那最后的三百年里面呢很多汉人呢甚至也忘记了自己啊汉人应该要穿什么衣服啊都三百年顺其自然的就把满人的衣服 当初是自己的衣服啊像我们今天啊我们穿上精通玉女装我们还以为哦这个是华人的穿统衣服他也是华人但只是其中一种华人就是满人不是主要的汉人的服装汉人服装其实有其他服装等下我会展示一下给收这个啊我就说了我们误解了整百年的东西就是我们一路以来以为的华人穿统服装其实是满人的衣服并不是汉人的汉服啊给 然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满服什么是汉服他在我展示的是精通玉女吗然后呢如果是大人版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给满人的衣服妥妥的就是这个pattern的啊旗袍也是从这个满人的衣服这边延伸出来的啊然后你会看到啊满人的衣服就是上面穿这一件里面穿一件然后呢有很多个圈圈圈的东西的啊ok啊 然后你看啊我们现在呢就算有人说呃实行这个华人婚礼啊啊穿那个华人的传统的礼服啊但是其实也是满人的衣服其实也是精通玉女装啊大家看 其实这也是满人的啊所以我会才说今天这个太平这个婚礼很特别啊因为他是用这个真正的汉服啊然后我们真正的汉服就是在清朝以前啊最后一个朝代是明 啊然后跟前的人所穿的衣服就其实真正的汉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相信大家知道汉服是什么但是每次我们想到华人的传统服装的时候我们还是很自然而然的想到这个旗袍啊精通玉女装但实际上那是满人的衣服啊啊啊这个汉服呢其实对于我们华人的世界来说还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啊就比如说现在如果说你的学校或者是你的公司要你去 做一个传统民族服装的这个表演你会选择穿旗袍戏还是要选择穿汉服系多数人还是穿旗袍戏的嘛因为你已经顺其自然了嘛OK你已经啊不会去特别的去想穿一个汉服去做类似的表演嘛OK啊我只能够说这个已经是一种啊约定书生潜移默化了啊OK 所以我今天我就做这个视频了来跟你们还原一下真相了啊啊我们一路来以为的华人传统服装其实只是满人的服装罢了啊你要说真正代表汉人的服装其实是汉服但只不过是啊因为中间隔了一个清朝我们汉人不见了三百年所以呢这个汉服呢对于现在来说虽然渐渐的有人要复兴这个汉服了但是呢啊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的路途了啊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拜拜